欢迎来到Dram Subway 好剧摘即送 白鹿咬一口肖战抖三抖 最近白鹿在肖战黄锦鱼主演的王牌部队中 上演了《盟女告别》的一幕 他狠狠地咬了肖战一口 逗乐了观众 让人想到肖战曾经发过的表情包 简直就是复刻版的白鹿 网友们纷纷表示羡慕白鹿 因为肖战饰演的顾一眼 少年气十足 浓眉大野 正直勇敢的样子让人心哲 再加上剧中 尸身福利大放送的镜头 好身材一览无余 观众们只恨自己不是白鹿 无法大饱口福 肖战近段时间非常低调 在参加完《如梦之梦》的录言后 采发微博宣传新剧 连群星会碎的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都没有去 当日电视萤幕上都没有肖战的身影 其实不光是肖战 还有一些常年出现在跨年晚会上的艺人 今年也不参加 就像新剧《静双城带播》的李一峰 往年都会在芒果台跨年 前一阵的采访中他就提前透露过 今年不能陪大家在电视上跨年 说最近在录歌并准备进组 肖战也是一样 正在专心塑造角色 为马上进一组做准备 自陈其令魏无限一角走红后 肖战的流量就一日千里 当时网友们都用 只是要你演戏 不是要你把魏无限从动画里变出来 来调侃肖战将此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环视不公 心怀正义的魏无限被他演绎的活灵活现 与王一博饰演的蓝王鸡 更是CP感十足 一动一进 一红一蓝 远超兄弟情谊的生死交情 已经让粉丝们磕生磕死了 但更让人惊艳的永远是下一个角色 他和任敏共演的古装新剧《玉古瑶》 从官宣到杀青就一直话题不断 新年当天放出了元旦特辑 火树荧花下一身白衣的肖战 与女主走在街头 感受节日气氛 暖柔柔的灯光 仿佛融化了平时冷若冰霜的神观 肖战温柔的眼神一直注视着女主 只要女主回头 就可以看见他眼里的情谊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诗顿时就有了画面感了 《玉古瑶》剧照中 肖战饰演的石影 鞋椅在开满白花的高枝上响气 金贵清冷的气质下 是怡然自得的惬意 这顺言让人忍不住想起陈情令中 魏无限在屋顶上闭幕休息的画面 同一个动作 前者自带贵气 后者肆意潇洒 完全不同风格的演绎 让人忍不住期待起新剧中肖战的表现了 你最喜欢肖战饰演的哪一个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是Drum Subway 好剧宅急纵 下次再会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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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